上课了,老教授面带微笑,走进教室,对同学们说,我受一家机构委托,来做一项问卷调查,请同学们帮个忙。 一听这话,教室李轻微的一阵议论,问卷。 比上课有趣多了,问卷表发下来,同学们一看,只有两道题。 一,他很爱他,他细细的刮子脸,弯弯的峨眉,面色白皙,美丽洞。 可是有一天,他不幸遇上了车祸,痊愈后,脸上留下几道大大的丑陋疤痕。 你觉得,他会一如既往的爱他吗? A,他一定会比,他一定不会C,他可能会R,他很爱他。 他是商界的精英,如雅沉稳,敢打敢拼。 忽然有一天,他破产了。 你觉得,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他吗? A,他一定会B,他一定不会C,他可能会一会R,同学们就做好了。 问卷收上来,教授一统计,发现,第一题有10%的同学选A,10%的同学选B,80%的同学选C。 第二题呢,30%的同学选A,30%的同学选B,40%的同学选C。 看来,美女毁容比男破产,更让不能容忍R教授笑了,做这两题10,潜意识里,你们是不是把他和他当成了恋关系? 是啊。 同学们答得很整齐,可是,题目本身并没有说他和他是恋关系啊。 教授四有深意的看着大家,现在,我们来假设一下,如果,第一题中的他是他的父亲,第二题中的他是他的母亲。 让你把这两道题重新做一遍,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? 问卷再次发到同学们的手中,教室里忽然变得非常宁静,一张张年轻的面旁变得凝重而生成。 几分钟后,问卷收了上来,教授在一统计,两道题,同学们都百分之一百的选了A。 教授的语调深沉而动情,这个世界上,有一种爱,奋骨绵长,无私无求,不应季节更替。 不应名利浮沉,这就是父母的爱啊。 看了,想了,懂了,别忘了世上最爱我们的就是家里的父母。 想加了给家里打个电话,过节了给父母发条短信,父母其实很容易满足的,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给父母带来无限的感动。 感言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两而轻不带。 为我们的父母默默点个赞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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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